好,決定先手後手 好,後手 那亮宇先 你要決定拿走幾個 拿十二個 那自己拿,拿走 拿十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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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誰先拿走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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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 這是亮宇 決定 決定 所以剩下幾個 這裡剩下六個 所以 再來 他沒人選擇 OK 他拿走幾個 他只有四個 OK 誰勝了 魚勝了 那亮宇了喔 那剛剛我們這個對比遊戲 應該是一堆有十八個 一堆有四個 當然 數目不一定是這個樣子的 也可以隨機產生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才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要把這東西導入什麼呢 導入層次設計 來 我們要把到 打到層次設計裡面 來 要產生層次設計的話 基本上的話 應該會有幾堆 來,第一堆會有幾個數字 一個 兩個 三個 一直到哪裡 角色十八個 請問你這裡要怎麼產生 OK 可以 好 這裡面 我們會用什麼形式來做 應該產生一個角色一 對不對 然後 用什麼方法做 蓋一張 那總共 所以要蓋幾次 總共要蓋 十八次 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是不是應該是再產生另外一個角色 來 產生 角色二 對不對 我先用空白的就好了 來 我先用 我先用這個是角色銀 再來角色二 請問你 按照十八跟四來講 蓋上要蓋幾次 應該要蓋 四次 對不對 好 再來 再來 我們就要開始要那個 假如 這個是 角色銀 這是角色二 如果現在的情況的話 如果角色二的數量 小於角色一的話 就要決定什麼呢 就要決定一個倍率 四乘以一 或者是怎樣 四乘以二 或四乘以三 四乘以四 請問你最多可以拿多少幾個 十六個 所以你會在問答裡面 就是讓玩家決定 你要成長幾倍 如果他輸入五可以嗎 不行 要回答什麼 超過數目 知道嗎 好 所以我們要設計這樣的一個 設計這樣一個遊戲 那我們從現在從一年級開始 我們先從簡單的遊戲開始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 你們說的 我們會玩那個剪石頭的遊戲 那剪石頭遊戲就是 我們知道 有一種東西就是 雙人玩的 雙人玩的不厲害 你寫程式是雙人玩比較厲害 還是單人玩比較厲害 單人對電腦 所以再來 我們這三年 你就是那台電腦 知道嗎 那我們知道 未來的世界 是一個所謂的人工智能的世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來 我們科學班要走的路很簡單 我們以後 我們知道 整個世界 慢慢會慢慢 很多東西 會被機器人給取代掉 你不用怕它 如果你能做機器人的大腦 你就不用害怕 所以我們三年的程式的寫作 慢慢會從開始 從Squake 然後再來 Uno 然後再來去控制機器人 這樣明白 這是我們再來這三年的走向 好 那我們就進電腦教室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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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